我们输入域名来看一下 刚刚做的网站是不是已经成功上线了 已经成功上线了 我只花了15分钟都不到 这个网站就上线了 而且我一行呆把都没有写 这AI生成的这个网站其实还挺专业的 这些文案全部都帮我写好了 还有势力的产品 Wordpress网站从零到前站的完整教程 跟Shopify独立站的优势比较 联盟行销 先回答网友的问题 其实做网站就像是买房子 第一步你需要购买土地 那这就是主机 也就是hosting 那有了土地之后呢 你还要有门牌号或者是地址 这就是域名 domain 别人才能找得到你 那么Wordpress Shopify和WooCommerce又分别是什么呢 那Shopify就好像你去商场租了一个店铺 所有的水电啊 装修啊 收银台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需要把商品搬进去 就可以开始卖产品了 对新手来说特别的友好 因为有现成的模板 所以就可以立马开张了 但缺点是毕竟是租来的嘛 很多东西你不能完全的控制 那Wordpress是什么呢 Wordpress就像是一个专业的装修团队 当你有了土地之后 也就是你的主机和你的地址 也就是域名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装修这种房子 是做成部落格 还是你的作品集 或者是商城都可以 那要是如果你想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店的话 那你就需要安装类似WooCommerce这类电商的插件 那你就可以把你买的这个土地 也就是你的这个网站变成一个商店 就可以收款啊 商家产品啊 那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卖实体产品 而且你是刚入门的新手的话 我会建议先用Shopify 因为它简单 坏速 能让你专心的卖货 但如果你希望自己完全掌握数据 把所有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话 那又或者你像刚刚那个观众一样 想通过联盟行销去赚钱的话 那或许Wordpress就会更加的适合你 那在了解了网站的基本概念之后啊 今天我们的手把手教学 就是做一个专门针对联盟行销模式的博客网站 那如果你想看从0到1 搭建一个Shopify独立站做电商的完整流程的话 留言告诉我 因为时间有限 我不可能每个留言都回 但是我会定期看留言 看看大家的需求 然后挑出一些热门的 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做成新的影片 那其实我自己一直认为呢 在AI时代 部落格 它会再次崛起 因为现在很多提问和回答 都来自于各大AI 而AI背后的数据来源 其实就是各大的网站啊 部落格啊 社交媒体 所以一个权重高的博客 在未来的优势会非常大 那如果你要做内容型的网站的话 最好的搭建平台 还是Wordpress 因为它已经非常成熟 而且它背后的插件生态是非常丰富的 它有很多主题可以选 而且数据完全属于你自己 不受任何平台的限制 对于SEO的优化也是非常的友好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一个主机 在这里我会推荐Cowways的主机 因为它速度快 它不是共用的主机 而是云端的伺服器 所以它打开网站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对于SEO还有我们网站的权重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点是它操作非常的简单 它的后台很直观 就像域名绑定啊 SSL啊 部署全部都可以一键搞定 最后一点就是它性价比 它价格很透明 而且它是按需付费的 也就是说你先用 之后再付钱 按照你实际用了多少流量去付钱 所以比传统的主机是灵活很多 那首先我们进入到Cowways的官网之后 在右上角点击STAR FREE 接着填写基本资料 比如说名字啊 email 密码等等 那如果大家是通过我在描述栏的连接登入的话呢 又或者是在PromoCode这一栏目输入PC30 那你的前三次付款都可以享受七折的优惠 那如果你在注册的时候 遇到账户暂时无法启用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查看你的邮箱 你应该会收到一封启用信 只要点那个连接 你就可以立马启用你的账号了 那我们注册成功之后 在右上角点击My Account 在左边这里找到Payment and Address 然后我们填好付款的资讯 完成之后 我们在左边这里找到S Server D欄Application应用这里 在大部分情况下面 我们直接选最新的WordPress版本就好 那么前面三栏这里 只是给自己识别用的名称 是不会公开的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云端服务商 那Carways它提供五个服务商 那如果你是刚开始的话呢 可以选择最便宜的方案 我自己测试过Digital Ocean是最便宜的 每月14美金就能用 那Location地点这里 选择据你的目标客户最近的地方 假设你的客户在台湾 那你就选台湾 那么如果这里没有台湾这个选项 那你就选比较近的 比如说日本 那假设我的目标客户是在美国 那么在这里我就选择 最后点Launch Now 等个大概七分钟吧 那我们的主机就这样好了 接下来就是连接域名和主机 那域名需要使用类似 比如说GoDaddy或者是Namechip 这类平台去购买一个域名 那在这个教学影片 我选择在Namechip购买我的域名 因为我这个博客网站的定位 是想要提供给ADHD人士的相关的礼物指南的这么一个网站 所以我提前想好了一个名字 GiveMind 我看到这个最便宜的一年0.98美金 域名是GiveMind.Space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 那我就点击Add to Card 加入购物车 接着点击Checkout 结账 注意第一次买需要先建立一个账号 填写使用者的名称啊 密码 姓名啊 邮箱等等这些资讯填好之后 下一步就是输入付款信息 那付款完成之后 我们的域名就购买成功啦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域名指向刚刚架好的Cowways主机 在Namechip后台我们点击Manage进入管理页面 然后点击Advanced DNS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Cowways主机后台 在MyServer这里找到主机 然后找到Public IP 复制这个Public IP 然后我们回到Namechip域名后台 把这个Public的IP贴到Advanced DNS这里 记得先要把原来的CNameRecord删掉 然后再新增两个ARecord 最后设置好的样子应该是长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去设置你的域名的后台 只是把这个Public IP换成你自己的主机的Public IP就可以了 那保存后呢需要等待DNS更新 那DNS更新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网络的地址本 你的域名比如说www.123.com 是人类好记的名称 但电脑之间沟通呢 它是用的是IP地址 比如说123.45.67.89 那DNS的工作呢就是把域名翻译成对应的IP地址 这样当人输入网址的时候就能找到正确的伺服器 所以当你在域名后台新增或者修改了IP设定 比如说刚刚的这个ARecord 这个资讯需要同步到全球各地的DNS伺服器 那因为全球的DNS节点很多啊 每一个节点更新速度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需要几分钟到24小时才会全部生效 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小时就会好了 那其实就好像你搬家换了一个新的地址 在这里就是换一个IP 那你去护证事务所报到之后呢 这个资料需要送到全国的警局啊 邮局啊 坏地系统等等 这个就是全球的DNS节点 所以在更新完成之前 那有些人查你的地址还会跑去旧家 就等于说你的旧的IP 那有的人呢就已经可以来到新家了 这个就是你新的IP 所以等全国的系统都同步之后 大家输入你的门牌号 也就是你的域名 才会正确的去找到你的家 我们可以用这个网站来检查 域名是不是已经连上主机了 那域名后台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到主机的后台做一些设定 回到Cowiz主机 点击左边的My Server 找到My Application 然后点进去刚刚主机附赠的WordPress后台 在左边找到Domain Management 点击Add Domain 把刚刚买的域名加上去主域名 GiveMy.Space 指域名 www.GiveMy.Space SSL是什么呢 通俗一点说 它就像是你房子的门锁 如果没有这个SSL门锁的话呢 当别人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 浏览器就会跳出这个网站不安全 对访客来说风险很大 所以我们要给这间房子加上一把锁 这个就是安装SSL 在主机的My Application后台 找到左边的SSL Certificate 这里输入我们的主域名 还有我们的子域名 那在这里就是GiveMy.Space 我的子域名是www.GiveMy.Space 然后再填写一个你自己的邮箱 点击安装 Carways主机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能帮你一键就安装好SSL 完全不需要自己设置 几秒钟之后 这个锁就安装好了 这个时候再输入刚刚买的域名 你就能安全完整的访问到 属于自己的网站啦 这里我们的网站虽然可以成功访问的 但现在用的是WordPress默认的模板 那要怎么修改呢 我们回到Carways主机后台 点击左边的My Application 选择刚刚安装好的WordPress 在第一个SSD条这里 可以看到Admin Panel 然后点击右边这小图标 就能直接进入我们WordPress网站的后台 账号和密码都在Carways主机后台这里 复制脸上就能登录了 我之前用过很多不同的主机 常常在后台找不到东西 因为他们的界面很复杂 但是Carways的界面真的很简洁 想要的功能一眼就能找到 那登录到WordPress后台之后 如果你觉得英文看起来不方便 可以在左边的Settings Side Language这里 把语言改成中文 那整个后台就会切换成中文 接下来在左边找到外观 选择主题 这里就可以切换不同的网站主题 让外观更加符合你自己的网站的实际需求 那我现在网站用的主题呢 其实是我用AI生成的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让AI 帮我写出一个专属的网站主题 还有我用的到底是哪一个AI 提示一下 不是ChairGPT 而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写程式码超强的AI agent 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期我会继续分享 如何用AI生成自己想要的网站 并且结合联盟行销 把它变成真正能赚钱的资产 那如果你也想用Cowwiz的主题 搭建自己的网站的话 用我的折扣码BC30 前三张账单都可以享受七折的优惠 连结在影片的描述栏处 那如果你想看本期影片的文字版 又或者是更加详细的图文教程的话 订阅我的电子报 每周我会分享电商创业的经验心得 有趣实用的AI工具和效率技巧 我是Rayden布莱登 5点半了 我要下班做饭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